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范冰冰前段时间在一段采访里表过台,她说很愿意为了李晨原梦。 这个梦就是李晨要当导演的梦,所以去年李晨执导了一部电影,范冰冰为了支持男友的电影,零片酬出演,分文位曲。 范冰冰在采访中是这样说的,她说其实他们并不缺任何东西,有紮实的经济基础。 也是因为有了经济基础才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还说对李晨来说,她很想当导演,拍戏是她多年的个人梦想。 作为女朋友,范冰冰很乐意帮李晨原梦。 哪怕是零片酬出演,网友都说范爷是中国好女友呢。 因为在范冰冰冰看来,能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这个事情是一件挺好的事,有梦想就去追,这才是人生的意义和真谛啊。 也是啊,有梦想谁不想去追呢,但是要像范冰冰这样有能力去追梦的,也挺让人羡慕的,毕竟要有了经济基础才叫自由。 也正是因为有了雄厚的财力吧,范冰冰才敢说零片酬,曾经在影片的宣传期,主持问范冰冰会继续支持李晨吗? 范冰冰说当然会啊,但前提是李晨继续当之星导演,而且范冰冰还当场撒了一把狗粮,说既然没有片酬,那就用一生来偿还吧。 范冰冰冰真是又要人又要钱啊。 当然了,片子拍完后范冰冰还跟助理晨各地跑宣传,也是真爱了。 而且范冰冰不仅对男友的梦想大力支持,对弟弟范冰冰的出道梦也是鼎力支持。 虽然范冰冰也曾说过弟弟出道,他并不会帮他,让他自己去闯,但内心估计就不是这么想,比如以前和李晨的情侣微博头像,也立马换成了弟弟的照片。 弟弟范冰冰冰刚刚从韩国回来的时候,范冰冰就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声明,给所有粉丝网友隆重介绍了一下弟弟范冰冰,还说请大家多多关照。 这姐姐带弟弟出道的势头是挡也挡不住呀。 弟弟上了偶像练习生,范冰冰为了帮弟弟造势,微博还特意转发一道,说自己弟弟长大了,引起了不少粉丝网友对节目的关注,甚至是对弟弟的关注。 也正是因为有范冰冰冰的弟弟这个头衔吧,大家对范冰冰基本算是比较熟识了,还是好现木里沉有范冰冰这样的女友,范冰冰有这样好的姐姐吧。 精彩小说免费阅读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请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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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 打赏 質点赞 下archy